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8年的一天 三十的小伙子耿里遭遇了人生的滑铁炉 几个月之前 他还是一个拥有高价房子和漂亮妻子的人生赢家 可现如今房子丢了 妻子跑了 这鸡飞蛋打的局面 都是源于一个荒唐的决定 换妻 我们听说过车子旧了换车 房子老了换房 可这换妻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妻子人老猪黄耿里一情别恋了 恰恰相反 耿里的妻子黄云山 那可是秀发如铺 肤白胜血 灵动的眼睛配上轻盈的身段 那活脱脱是一个美人皮子 反观耿里 长相平平 性格木讷 因为不善言辞 在保险销售这行 就只能凭着忠厚老师混口饭吃 认识耿里的人都说 能娶到这么一个漂亮妻子 耿里真是傻人有傻福 既然妻子貌美如花 何来的换妻呢 耿里这么做 都是因为听信了妻子黄云山的话 要说耿里听妻子话 也不是投一回 早在两个人恋爱的时候 心思细密 善于察言观察的黄云山 就经常指点耿里 这样耿里一直不温不火的保险业务 有了明显的起色 因此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耿里都慢慢习惯了 先征求黄云山的意见 两个人结婚后 妻子单位换了新的领导 黄云山很快凭借着美貌和高情商 受到了提拔 从普通员工一路晋升到公关部经理 职场角色的变化 让黄云山在家里 更是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耿里觉得妻子又漂亮又有能力 简直化身成了妻子的小迷地 对于黄云山的话 那可是言听计从 那时的耿里没有意识到 随着黄云山逐日的强势 和自己逐日的依赖 夫妻关系稳定的小船 正在逐渐偏航 起初黄云山回家的时间 逐渐变晚了 耿里在外跑了一天夜午 一进家门 已经很少能像从前那样 吃上现成的热汤热饭了 而一向朴素的黄云山 把越来越多的时间 都放在苗眉化眼梳妆打扮上了 耿里心里有失落 可每当看到晚归的妻子 高跟鞋一脱 到头就睡得皮里 她又觉得妻子都是为了这个家 在努力打拼 对妻子更多的还是心疼 然而耿蕾的体量 却没能换来妻子的互量 黄云山对耿蕾的抱怨 却越来越多了 为了哄妻子高兴 恰逢黄云山生日 耿蕾想给妻子买件 重义的生日礼物 但是自己一向眼拙 既然想让妻子重义 当然是自己准备好了钱 让妻子自己挑选出最好的方式 于是两个人相约 来到了一家珠宝店 没想到妻子一打眼 看好的是一对 售价两万多的钻石耳钉 只准备了五千元的耿蕾 顿时是满脸通红 迟迟不肯买单 黄云山狠狠地摆了一眼耿蕾 骂了一句窝囊废 夺门而出 妻子离开后 耿蕾独自回到家中 看着桌上自己给妻子精心准备的烛光晚宴 耿蕾黯然身上 耿蕾的心中十分内疚 他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妻子原谅自己 可是让耿蕾万万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妻子的态度竟来了个大转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天黄云山突然一改常态 撒着娇向耿蕾提出了一个要求 老公啊 咱住的这套房子也太小了 换一套大一点的吧 耿蕾听完 简直就吓傻了 自己的收入就那么点 哪里有钱买大房子呀 黄云山却用手狠狠地戳了一下他脑袋 称怪道 你呀死脑筋 咱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在市中心 价格这么高 你卖掉了 到周围稍微远一点的小区 就可以低价购买一套大房子了 经黄云山这么一说 耿蕾感觉毛色顿开 觉得妻子的确聪明 卖了中心区的小房子 到偏远区换套大房子 还能有结余 手头宽裕了 妻子想买什么 也不会结局了 耿蕾高兴的是 一拍大腿 举双手同意了妻子的建议 买房子这种大事 自然是黄云山去张罗 要说这黄云山办事 也确实是靠谱 没过一个月 就找好了买家 想要买房子的是 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妻 丈夫叫张之慧 有家族公司 耿蕾看着张之慧 就明白了 什么叫财大气粗 张总随便对着房子 撩了几眼就开了架 那架势和神态 看上去都不容商量 本来就笨嘴捉手的耿蕾 哪见过这阵仗 压根插不上话 只能搬出黄云山当救兵 自己找借口 蹲在门口抽烟 大概抽了三四支烟的功夫 黄云山出来告诉耿蕾 双方谈好的成交价格是 六百二十万元 这可比夫妻二人 预期的价格能多个三五万 耿蕾觉得妻子确实能干 黄云山还告诉耿蕾 你别看张总有钱 人却抠得很 自己都说的嗓子冒烟了 才谈成这个价格 现在的房子有价无市 遇上个靠谱的买家 就得抓住机会 黄云山的一番话 说的耿蕾是心服口服 既然价格谈妥了 那耿蕾的房子 是不是就能顺利卖出去呢 到了要签合同的这一天 张总却突然提出一个 谁也没有想到的问题 他不紧不慢地对耿蕾说 这买房子我可花了不少钱 货户的几十万元税金 可得由你们卖方来承担 耿了一听就急了 说我这房子620万元是净价 可张总却说 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 按照规定 这卖房的交易税 是由卖方承担的 要是你不承担 这620元的房款 可旧得重新商量商量价格了 耿蕾心里咯噔一下 直冷冷的当场说 这个价格是净价 否则这房子我就不卖了 耿蕾的话音还未落地 妻子黄明山一蹦三尺高 拖着耿蕾出了门 指着他鼻子骂道 你个诚实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当场愤怒地拂袖而去 妻子的暴怒让耿蕾觉得很是自责 晚上回到家中 耿蕾在妻子面前是殷勤百倍 又是端茶递水 又是按摩垂背 可黄明山始终面色凝重 若有所思 黄明山终于轻叹了一口气说 你心疼这几十万元税金 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买家不好找 要是因为几十万 把几百万元的买卖谈崩了 这不是因小事大吗 看着耿蕾面露蓝色 黄明山说 我找做房屋中间的朋友 给出了个主意 可以把这几十万元税金 全部省下来 听完妻子的话 耿蕾心中顿时豁然开朗 如果真的有这么两全 奇美的办法 何不试一试呢 于是耿蕾赶忙追问妻子 究竟是什么方法 可以省下税金 可是妻子接下来的话 却让耿蕾大吃一惊 黄云山慢条思理地说 房屋买卖税金高 但是夫妻之间 房产更名是不需要缴税的 你先跟我离婚 然后再跟张之慧的妻子结婚 这样就可以 以夫妻赠予的名义 顺理成章地将房子过户到张之慧妻子名下了 几十万的过户税金就很简单地省下来了 耿蕾听完娇气的一番话 完全吓傻了 他的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说 老婆这怎么行 结婚离婚这种大事 怎么敢胡来 黄云山刚刚缓和的神情 立马严肃起来 他生气地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有出息 眼下只用得着 你跟张总的妻子办登记 又用不着我跟张总结婚 我都不怕你棒上富婆甩了我 你还怕啥 见妻子主意已定 耿蕾只能另早借口 便试探来说 这个主意就算咱俩通过了 那张总也未必同意啊 黄云山狠狠地白了耿蕾一眼说 张总人家可见过大场面的人 可未必像你这么小家子气 张总的工作我去做 只要你别掉链子 这事可能就成了 话说到这份上 哪怕耿蕾不情不愿 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了 出乎耿蕾的预料 张总那边很快就回信了 同意了黄云山的提议 张总的爽快 让耿蕾更是商杀了面子 事已至此 虽然耿蕾很不情愿这么做 但是他实在不敢违背妻子的意见 只能唯唯懦懦地答应 黄云山做事一项麻利 很快就跟耿蕾办好了离婚手续 而当天 张之慧和妻子的离婚手续 也办理完毕 在黄云山的督促下 耿蕾为与张之慧的妻子杨姐 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办手续那天 四人都到场了 张之慧似乎看出了耿蕾的不安 她拍了拍耿蕾的肩膀 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说 小伙子 你给我记住啊 就算办了结婚手续 那也是我妻子 你要是敢胡来 别怪我不客气哦 张总的这句玩笑 算是给耿蕾吃了一颗定心丸 耿蕾狠了狠心 在与杨姐的结婚申请书上 签下了名字 耿蕾和杨姐假结婚后 顺利将房屋过户给杨姐 张之慧也遵守承诺 将六百万元房款 打入到了黄云山的银行账户 之后 耿蕾和杨姐顺利办了离婚手续后 黄云山却玩起了失踪 不跟耿蕾附婚 杨姐在电话里告诉耿蕾 黄云山和自己的丈夫张之慧 早就勾搭到了一起 得知真相后 耿蕾愤恨不已 可是此时的耿蕾却人才两空 他该怎么办呢 换妻卖房入陷阱 正在不出 黄云山看到耿蕾与杨姐 办理好了结婚登记手续 就笑眯眯地走上前 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告诉了张之慧 黄云山潜笑着说 张总 按照合同约定 房屋过户到您妻子杨姐名下之前 您需要把六百万元房款 打入到这张银行卡中 剩余的二十万元尾款 交房实在全部付清 张总很爽快地答应了 为了尽快结束 这噩梦一样的假结婚 耿蕾以最快的速度 向房管部门递交了赠予更名申请 在等待办理手续的这段时间 他心里每天都七上八下 还好黄云山心情大好 对耿蕾也格外地温柔了 黄云山甚至连加班的频率都降低了 回家也比以前早了 这让耿蕾心里十分地宽慰 房屋过户到杨姐名下当天 张之慧也遵守承诺 将六百万元房款 打入到了黄云山的银行账户 而杨姐也毫不迟疑 配合耿蕾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天晚上 耿蕾买下了 妻子喜欢的那对钻石耳钉 又给黄云山预备了一场 浪漫的烛光晚餐 算是对妻子生日的弥补 因为太高兴 耿蕾喝了个鸣钉大醉 第二天醒来时 耿蕾感觉脑袋巨疼 妻子并不在身边 而微信里黄云山留下了 要出差的留言 耿蕾回忆了一下 感觉有点不对劲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 今天去办理复婚手续吗 这昨晚说得好好的 怎么今天突然变卦了呢 耿蕾在家里翻找了一圈 发现那张有巨额房款的 银行卡也不见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 让耿蕾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接连几天 黄云山都不接电话 只偶尔回个信息 这让耿蕾是坐立不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耿蕾越想越不对 房子没了 这钱也没了 可算计自己的到底是张总 还是自己的妻子呢 妻子的冷淡对待 让耿蕾坐立不安 耿蕾想去报警 但是转念一想 自己只是猜测 万一冤枉了黄云山 该怎么办 耿蕾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可就在耿蕾不知所措的时候 杨姐的一通电话 直接给了耿蕾当头一棒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杨姐在电话里告诉耿蕾 黄云山和自己的丈夫张志慧 早就因为一次业务合作 勾搭到了一起 这场房屋买卖的交易 是他俩共同设计的阴谋 耿蕾难以置信 颤声问 你早就知道了吗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一块演戏 你这个骗子 杨姐坦言 他跟张志慧之间有利益的兑换 只要他帮张志慧完成这种假结婚 真逃税的过户手续 张志慧在由他离婚之后 海外公司的所有资产 将转移到他俩孩子的名下 杨姐作为一名母亲 权衡再三 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 等到张志慧将海外的资产 全部转移到孩子名下之后 杨姐的目的算是实现了 但是耿蕾这样一个老实人 落得如此的下场 杨姐有一些于心不忍 那么杨姐为何要帮耿蕾 而跟自己的前夫张志慧过意不去呢 原来当初张志慧 是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 家境困苦 而杨姐娘家条件殷实 父亲还经营着一家工厂 因为张志慧勤奋好学 年轻的杨姐特别喜欢她的这股劲 婚后父亲因身体原因 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 而杨姐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公司的经营逐渐被张志慧掌控 没想到人心是没有保质的 在孕期杨姐就发现 丈夫有出轨的端倪 但是为了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 她选择了银人 然而杨姐的隐忍却助长了 丈夫的嚣张 丈夫身边的女秘书 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杨姐被这个贪恋美色的丈夫 伤害得是痛苦不堪 杨姐一直在等待时机 没想到张志慧听从了 黄云山换妻的计谋 杨姐就顺势提出 海外的资产全部过过到 两个女儿名下的要求 就这样才有了这场 换妻买房的闹剧 和丈夫张志慧离婚后 杨姐埋藏在心底的怨恨却爆发了 杨姐不甘心 自己多年的隐忍 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杨姐觉得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 这对狼狈为奸的抚心人 于是决定将一切 对耿磊和盘托出 那么得知真相的耿磊 会怎么办 这些信息对耿磊 那简直是晴天霹雳 面对傻了的耿磊 杨姐告诉她 她手里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帮助耿磊 她事前在自家的客厅和卧室 安置了录音设备 然后出国陪孩子 离开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 却录到了张志慧 与黄云山密谋的录音 但善良的耿磊 拿着杨姐的录音又犹豫了 她担心张志慧会报复杨姐 杨姐冷笑了一声说 张志慧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我带给她的 我忍辱负重 含辛茹苦 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孩子 现在孩子的财产权益 已经有了保障 但张志慧她亏欠我的 一生都无法偿还 哪里还有脸报复我 得知真相后 耿磊听从了杨姐的建议 以杨姐为被告 张志慧 黄云山作为第三人 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 杨姐承认假结婚串通的行为 并提供了黄云山出轨的证据 法院经过审理 最终判决 房屋满卖合同无效 房屋的赠行为不效 官司结束后 黄云山祈求耿磊原谅 耿磊会同意吗 这场闹剧将会如何收场 换期卖房入陷阱 正在播出 耿磊打消了对杨姐的担心 接受了律师的建议 以杨姐为被告 张志慧 黄云山作为第三人 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 请求确认 原告耿磊向被告杨姐 赠予房屋的行为 为无效的诉讼求求 律师帮助耿磊 紧急申请了诉前保全措施 以最快的速度查封了 黄云山已经转入 理财账户的620万元房款 那么已经完成过户手续的房屋 为什么还能确认无效呢 支持诉讼求求的 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恶意串通 日常生活中 买卖双方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为了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 通常都会进行一系列的沟通 但有一种沟通方式 是法律所禁止的 这就是恶意串通 所谓恶意串通 是指在交易活动中 双方以损害国家集体 或第三人的利益为目的 弄虚作假的法律行为 根据我国民法总则 第154条制规定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不效 大阪安中 耿磊卖给张知慧的房子 是通过耿磊与张知慧的妻子 假结婚之后 假借夫妻之间 办理房屋赠女的行为 来办理过户手续的 这种假结婚真逃遂的手段 严重侵害了国家的税收政策 损害了国家利益 自使都是无效的 在法院审理期间 被告杨姐当天承认了 假结婚真逃税的 恶意串通行为 没想到杨姐为了保护自己 不但录到了张知慧 与黄一声的录音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杨姐还拿到了张知慧 保存的那份房屋买卖合同 案件的证据 与当事人的陈述环环相扣 以此充分证明 这种房屋买卖 使用了假结婚 真逃税的手段 而这一切都是张知慧 和黄云山共谋的主意 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112条制规定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 企图通过诉讼调节等方式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去请求 并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经过审理 最终判决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房屋的赠予行为无效 判决生效室内 杨姐协助耿磊 办理过户鬼转手续 由于房子是耿磊的 婚前个人财产 所以无论是房子还是房款 都跟黄云山 没有任何的关系 620万元房款 从黄云山 被诉讼保全的银行卡中 返还给张知慧 同时法院做出处罚决定 因恶意串通行为 原被告及第三人 多方被处以罚金各5万元 这场假结婚风波 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耿磊的房子保住了 但是耿磊一直想不明白 自己如此深爱的妻子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黄云山为何离开自己 还要骗走自己的房款呢 耿磊哪里知道 黄云山出生的农村 仅有中专学历 认识大学毕业的耿磊 小伙子在市中心还有房子 黄云山认为能嫁给忠厚老师的耿磊 当时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随着职位的升迁 眼见得开阔 她的欲望和野心逐渐膨胀 渐渐有些瞧不起丈夫耿磊了 后来在跟张总进行商业对接过程中 她眼见围在张总身边的小姑娘 各个是穿金带淫 加上张总对她的美貌寂予已久 黄云山逐渐产生了想成为张太太的想法 可张总身边的年轻姑娘那么多 自己一个已婚的少妇 怎么竞争得过他们呢 黄云山觉得只有离婚 让自己恢复自由身 才能跟张总进一步有发展的机会 而黄云山想成为张太太 还必须让张之慧也能恢复自由之身 如果能让张总顺利地离了婚 自己才有上位的机会 她绞尽脑汁左思右想 终于想出了换妻卖房的搜主意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 却出乎了黄云山的意料 成功骗走耿磊巨额房款后 黄云山却发现 张之慧根本无意娶她 此时的黄云山是又气又恨 对比之下 她想起了前夫耿磊的所有的好 如果不能成功上位 她也留了一条与耿磊复婚的退路 没想到杨姐录制的视频 将她对丈夫的背叛暴露无遗 虽然黄云山多次痛哭流涕地 祈求耿磊原谅 可心有余地的耿磊 根本不愿见她 观众朋友们 善良的小伙子耿磊 虽然在人生的道路上 遇人不输 但是痛苦的经历 足以教会她分辨善为 相信善良的她 会走出阴霾 获得人生的幸福 而像黄云山这种女人 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被丈夫宠上了天 非但不珍惜 反而将此作为为所欲为的资本 而张之慧忘却粗心 贪恋美色 重欲无度 不但伤害了妻子和孩子 已让自己的后半生 在沉沦中迷失 实际上每个人的人生路上 都充满了诱惑的陷阱 是否选择成为诱惑的俘虏 成为陷阱中的猎物 路在自己的脚下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来目符号 再见 一男子酗酒后 误以为壮人逃亡国外 三年后女友已为人妻 她决心报复 火苗顺势 映燃了地毯和窗帘 另一起案件中 丈夫发现妻子 浩武成姓愤然与她离婚 不料前妻再生事端 借款人处赫然写了周斌的名字 酗酒赌博的两个人 葬送自己回了家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良嗜好引来货 下期播出